这个妹子绝对是史上最坑的猪队友 你要说她菜吧 她却一个人坚持到了挑战最后 可队友好不容易抓了只野兔回来 又被她不小心把肠子弄烂全感染了细菌 最后除了兔腿之外 其他内脏全部能吃的都得扔掉 这妹子转头就对着摄影机 把责任都推给男队友 还怪罪队友没有提前提醒她要注意这些 好家伙 还好她的队友脾气好 要是遇到我平稳的老铁 估计这婆娘今天怕是回不去吃晚饭了 来来来 点个赞 接着往下看 这个女人叫安琪拉 没错就是上级前男友去世 吵着退赛回去吃席的那妹子 看到她满脸笑容的样子 就知道那次酒席吃的有多开心了 现在回来也是为了赢奖金回去再找个冤大头 而她的队友是个胡子拉叉的中年大叔 男人叫查德 是个原始求生教练 最擅长的技能就是野外生活 这也是她第二次参赛 说白了也是个失败者 查德绝不允许自己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所以这次不管怎样 她都要坚持到底 最后节目组给出的评分分别是4.9和6.8 都是二次参赛选手 大家在脱衣服缓解 都没有扭扭捏捏 两人三两下都脱光光开启了副本 这次她们挑战的目的地位于南非热带荒芜 这里被称为肉食动物的天堂 地上跑的 水里有的 只要你想吃就管饱 其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大狮子 她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60千米 要是被她们盯上 就算你脱裤子跑也没用 一个小时后 两人在林子里成功相会 看到查德这弱不禁风的身子 安齐拉心里又开始打起了小蒜盘 两人一番商业互吹后 随后就进入了正题 节目组提供的道具并不多 只有一股散绳 一把斧头和一个老铁锅 而最关键的打火是她们并没带 但查德说怕个锤子 只要给她一根木棍 她把整个荒野烧了都行 妹子一听这话就放心了 根据地图指示 她们所处的区域有猎豹土狼非常多 完全足够两个人21天的伙食了 但要生存还得去到附近唯一的河流处 安齐拉一路讲述着上次退赛回去吃喜的经历 只不过把自己说成了痴情的女人 这可把查德的心都疼坏了 亲亲抱抱安慰后 两人继续赶路 可这段路却异常难走 脚下炙热的沙子和锋利的石头 让人非常难受 而且头顶还有一盏上千瓦的大太阳罩着 两个光溜溜的肉串都快被晒焦了 安齐拉没走一会 就开始口渴头晕 差点还一口气没缓过来晕倒在地上 现在得赶紧找到水源补充才行 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副吃生的牛头骨 看来他们这里注定是不太平了 两人又继续走了一会后 终于来到了地图上的河流附近 不过周围泥土里 到处都是野兽的脚印 说明这里并不是安全的地方 动物在这里喝水也会导致水源被感染 若不准开水在喝会面临肠道感染的风险 今天他们的任务除了搭建庇护所外 还得生活煮水 查德提议往上游去寻找营地 没走一会他们就发现了一处岩石 这明显是个天然的党风墙 并且还能阻挡大型食肉动物的袭击 两人马上分工合作 查德决定先生活喝饱水后再干活 可徒手钻木取火 哪有说的那么简单 平时百是百灵的钻木取火 现在却不灵了 查德已经累得开始怀疑人生 他又换了另一种木材再次尝试 可一人一点火星也没有冒出来 而恩奇拉这边正收集建造庇护所的材料 他用长满荆棘的树枝 恩插在营地周围 这样能有效阻挡夜里野兽的袭击 查德这边还在努力地钻木取火 可钻到手掌都冒泡了 也没能看到火星出来 但没有火源就不能煮水来喝 现在两人都已经渴到嗓子冒烟了 要是再这样拖下去 可能会出现拖水的现象 好吧 不装了 查德捧起铁锅就大口喝了起来 因为人不喝水三天就熬不住了 而细菌感染至少都要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 不过没有火晚上就会有被野兽袭击的风险 现在只祈求耶稣晚上能保佑他们平安吧 到了晚上查德突然从梦中惊醒 原来是一头长颈鹿在附近喝水 但也把妹子吓得连个屁都不敢放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查德早早就起床开始今天的工作了 但看他们的精神状态似乎昨晚睡得还不错 目前两人连个火都还没有 所以今天他们的目标是把火堆生出来 先是用两根绳子 把一根木棍缠绕起来 然后查德手脚并用压着木棍 而恩奇拉则用力拉动绳索 实现半次动画生活 这样才能有效节省力气 但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依然没能把火生起来 木钻下已经冒出黑色的木屑 可就是一点火星都没能搞出来 恩奇拉顿时就来了小脾气 同时也对眼前这个男队友产生了怀疑 开局时把自己吹得那么厉害 怎么来到这里就不行了呢 查德对此也感到很尴尬 现在也只能放弃生活 先建造庇护所了 查德打算在这根木棍上方 建造一个屋顶 像这种野生黄瓜 就是很好的搭建材料 整棵黄瓜树都砍下来搭在上面 恩奇拉还想在庇护所后面 搞个小型厕所 这样晚上起床拉屎 就不怕被野兽偷袭了 但这个地方热得就跟个烧烤屋似的 两人刚干了一会 就热得口干舌燥起来 可来到了晚上这里 又变成了冰箱一样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真让人难受 冷 真的太冷了 妹子俗俗抖了一个晚上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 查德两人昨夜被冷的还剩下半条命 可刚出门口又一阵热浪袭来 差点又想转身钻回庇护所里了 刚来到河边喝水 却发现头顶一些成熟的野果 好家伙 喝口水都能遇上水果拼盘 这运气简直好到没话说 马上拿着果子回家找婆娘 恩奇拉健壮兴奋地说要亲亲搂抱抱 这种水果糖分和维生素C含量都很高 吃完这一顿又可以饿上好几顿了 到了下午 查德在河边发呆 又发现河里有很多小鱼在水里游荡 于是直接就在河边 用泥巴做了个陷阱抓鱼 他打算用泥巴截断河水 然后在旁边扒一个开口 接着将鱼赶进去 两人在河里不停地晃动喝水 这样就能将鱼儿一网打尽了 经过两人一番努力后 终于是抓到了一条小鱼 而鲨鱼这种活恩奇拉最拿手 查德这时说自己是个素食主义者 这种杀生的事 他是绝对不会去干的 对此 我只能说这家伙还是不够饿 安奇拉在处理鱼肉时 发现了一些寄生虫 但现在还没有火源 安奇拉也不管他寄生虫是什么品种了 直接拿起一块鱼肉 就一口闷了下去 查德也尝了一下感觉还不错 味道虽然没有海鲜刺身那么好 但口感还不错 吃饱喝足后 两人又回到庇护所里开始生火 好笑的是 查德自吹是生火的求生专家 竟然来到这里三天都没有生出火来 安奇拉对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感觉男队友啥也不会 怀疑他是来骗炮的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四天 没有火的日子真的很难受 查德表示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火生出来 为此他生火前还对着柴火 向耶稣祈求了一番 随后又开始了漫长的拉大剧 可惜耶稣根本就没打算让他生火成功 过程中查德生火方式都换了好几种 但是一人一点效果都没有 妹子甚至都鄙视的向他竖起了钟指 这几天下来都把查德给泪肾虚了 双手更是变成了残废的状态 妹子是会单手脱塞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甚至还不断地在一旁责怪队友 好家伙 查德摊上这队友前世是造了什么孽 这时天边又泛起了大片乌云 看样子应该会有大雨 要是再不把火搞出来 就没有干燥木柴用了 我本以为妹子会到周围节目才回来 没想转眼又对着镜头开始吐槽男队友 甚至还怪节目组给他分配了个这么差劲的队友 晚上天空已经打起了闷雷 而查德还在一旁急着给女队友生火取暖 没过几分钟就下起了大暴雨 妹子只能躲在庇护所里被淋成狗 好不容易才熬到第七天 昨晚的大雨冷的查德现在都还惊魂未定 现在不仅饥饿 而且还极度脱水 她现在感觉头昏脑胀一点动力都没有 身上的八块胸肌都饿成了八块排骨 于是她叫来了队友并表示自己想退赛 安琪拉听了也感觉很无奈 最后她一想到离开后队友会独吞奖金 她瞬间又来了精神 于是她又喊上安琪拉打算再次生活 这次她打算让妹子来制造生火材料 希望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好运 可接近果然来了个360度大反转 没想到下雨后的木材竟然比干燥石更好用 搞了那么多天的火源 竟然被妹子三两下搞了出来 你让这个自称生火专家的牢联王哪哥 时间来到了第八天 有了火 查德一扫颓废 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获取食物 查德先是利用干草编织牺牲 目的是为了制造这种套索陷阱 小动物一旦触发陷阱就会被牢牢套住 而这种这草丛里经常会有小动物出没 查德一口气在附近设置了上百个陷阱 这操作怕不是想把这里的动物搞灭绝吧 安琪拉则留在庇护所查看火堆 好不容易才搞到的火源 成了不可熄灭的奥运火种 但这也是个非常累人的苦差事 到了下午 查德迫不及待地去检查陷阱 饥饿让他对食物充满了渴望 可刚靠近陷阱时 竟然真的捕抓到了一只野兔 这野兔看样子走的时候也很安详 就这块头 少说都有十几斤网上 看来今晚注定是个吃到成猪式的一夜了 抓到野兔的查德自信心爆棚 不停地在镜头前卖弄着他所谓的荒野专业知识 赶紧提着野兔回家告诉女伴 安琪拉看到有蛋白之吃 也兴奋得不得了 差点就想把自己都送给查德了 赶紧拿到河边处理兔肉 可结果一个手抖就把肠子给划破了 那不堪入目的欧力给搞得到处都是 这下可玩毒死了 好好的兔子肉全都让妹子给糟蹋了 野生动物尝到会有很多细菌和寄生虫 一旦破裂就会污染肉质 直接吃会有很大风险 查德听到消息后 差点直接气晕过去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把兔子扔在这肯定会把肉食动物吸引过来 最后查德还是拎着野兔到远处扔掉了 还好四条兔腿还能吃 但这也够他们饱餐一顿了 一整只野兔最后只能吃到这么一点点 在查德的眼里 我看出了满满的杀气 要不是摄像头对着 估计查德能把女队友给秒杀了 安琪拉认为 这完全不是自己的错 都怪查德之前没有告诉他宰兔的注意事项 好家伙 难道这女人真的不会愧疚吗 他们为此还在河边吵了一个上午 这把查德洗得差点当场脑溢血 这婆娘明明是自己做错了事情 现在还要倒打一耙 查德也不惯着她这臭脾气 直接就叫来节目组说 自己跟着婆娘过不下去了 然后就上车退出了这次挑战 我正怀疑这婆娘是故意把队友气走 想独吞奖金的 之后还一直对着镜头吐槽队友太弱了 甚至还责怪队友无情地将他抛弃 他坚信就算自己玩也能玩到大截局 结果刚没过几分钟 就看到了狮子留下的脚印 形状竟然有巴掌那么大 要是被这家伙来一巴掌 估计彼时都能被他打出来 朝脚印的方向看去 竟然是自己的庇护所 看来这里只能中午出门了 因为早晚会出事 在之后的几天里 安琪拉又陆续发现了大量野兽脚印 好在一直都没有发现大型野兽的身影 其实都没有什么收获 每天除了剪剪柴打发时间之外 也只能到周围吃点野果结血馋了 即便他已经饿得不成人样了 他也并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又动手做了鱼笼 准备到河里捕鱼吃 还顺手用木头给自己搞了一把鱼叉 虽然叉了一整天鱼毛都没抓到 但鱼笼里收获了一条大的 高端的食材只需简单地放在火上烤就行 这鱼肉分量虽然不多 但吃起来口感好极了 吃完这顿后熬到最后领奖金 这不就稳了吗 之后他又在剪柴时 发现了一张羚羊皮 拿到河边简单清理一遍 再用石头将表面腐肉摩擦干净 这要是好好利用 可是一个不可夺得的好宝贝 一番操作下来一双时尚人字托就问世了 虽然之后一直都没有什么收获 每天饿了的时候 就喝点白开水冲击 现在感觉又累又困还很饿 就算站着不动都感觉头脑在冒星星 更别说干活起来有多困难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第二十天 就在他烧火煮水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把庇护所给烧了 幸好自己逃得快 不然今天怕是要化灰了 好家伙 荒野求生差点就成了火灾现场 要是把整个荒野都烧了 估计赔完五十万奖金 还得去蹲几年大牢 不过也没办法 现在只能先行撤离了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处石头缝 只要把火升起来 就能勉强当个庇护所 今晚就在这里将就过一夜算了 很快挑战就来到了第二十一天 穿上之前做好的羊皮人字托 带上铁锅和一根木棍 马上开始撤离 继续往山下走一段路后 很快就碰到了节目组的撤离车辆 至此安琪拉的荒野挑战 正式宣告圆满成功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